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会因为身形、容貌、身体等各种因素觉得自己与时尚无关了 但事实上,时尚更多的是一种风格 50家、60家有自称一派的风格,也能拥有时尚感 而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时尚 其实是因为陷入了为了时尚而时尚的传达陷阱中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中年女性常见的六个穿搭累区 以及如何正确穿搭,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部分,六个穿搭累区 累区一,没有腰线的衣服 对于中年女性,穿着的本质是气质精神的展现 而松垮没有腰线的服装,很容易让人看上去显得邋遢老气 尤其对于想要达到显瘦遮肉效果的微胖女性来讲 这类服装并不能显瘦,反而会让山形看上去更臃肿 累区二,过于紧身的服装 紧身的服装也会产生一种不适感 自己在穿着上也会有种不自在 而这种不自在就会直接影响整个穿着 其实无论是宽松的还是紧身服装 都是因为过度造成的 想要化解这一穿搭问题 要注意的就是适度宽松,恰当收紧 累区三,造型浮夸的衣服 很多中年女性喜爱夸张印花服装 虽然夸张的服装看上去是很时髦 但一味或过度追求时尚 反倒失去了穿着的本质 这样的穿着并不符合中年女性 适度设计,干净整洁 整个人看上去精心打扮 却又不显浮夸的造型 才是气质呈现的关键 累区四,一身黑色服装 一身黑的穿搭在中年女性穿搭中比较常见 不可否认的是,黑色确实显瘦与成熟 但过犹不及 一身黑的穿搭只会让人看上去有气色 且要注意的是,黑色的穿搭更需要气质的衬托 累区五,不符合年龄的服装 对于穿搭还需要注意的是符合自己的年龄 也并不是说中年女性就一定要穿成成熟模样 而是要符合穿着调性 可以选择清成熟风格 一种介于半嫩与成熟之间的风格 累区六,胡乱搭配的色彩 在很多的穿搭文中都讲过撞色这一概念 像这种大面积色彩穿搭比较安全 但事实上,当两种颜色都比较明艳时 即使颜色简约,也会显得很吐气 且很难驾驭 第二部分,得体的穿搭要点 其实对于中年女性,想要穿出气质并不难 只要注意整体的干净整洁 再加上风格的塑造,就能穿出优雅气质 要点一,简洁干净的穿搭 简洁干净的穿搭,其中重点就是少和度 少就是不要一股脑把所有时尚好看 或是鲜艳色及一身 而是要学会一个重点原则 也就是一身当中只有一种鲜艳色 或一件设计感好看的服装 其余的都是基础的颜色款式 穿搭才更为耐看 而度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时尚潮流 要学会从简单的高级 简单的服装也能穿出好气质 重点就在于我们对服装与颜色的选择 首先在款式选择上 我们可以以基础款轻设计重设计 按照3比4比3的比例来选择 这样既可以增加服装的利用率 又能保证穿着不会显得很枯燥 其次在颜色选择上 我们要注意的便是多色印花要少选 搭配和驾驭都比较难 对于中年女性 我们在选择上更多选择基础的黑白灰 大地色 以及比较好搭配的墨兰迪色 这三种颜色就足够丰富我们的穿搭了 另外在材质上选择垂坠感 扩形感比较强的服装 会比软榻面料更显气质 要点二 找对适合自己的风格 对于中年女性而言 找准自己的风格 比任何简单穿搭都要显得更年轻 例如走气场路线的女性 服装就以扩形立体这两个关键字来选择 这样的服装穿着上身气场会更强 再比如气质婉约之性的女性 可多利用基础款来打造高级感 在搭配的时候注意配饰细节的点缀 既能增加穿着的时尚感细节感 还能让穿着更加精致显气质 最后说下喜爱时尚感的女性 其实也不一定要追求时尚潮流的款式 利用颜色的搭配就能轻松获得时髦感 比如想要走简约大气风 且又想显得高级 就多利用顺色搭配和同色呼应两个技巧 时尚高级就都有了 好了 关于中年女性的穿搭累许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就请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有关于时尚穿搭等方面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